这次华城电池工厂出了重大的事故 火灾造成了重大的人员 伤亡和财产损失 我们十分的悲痛 心情很不好 特别是其中有十几位中国同胞遇难 中国党和政府高度关注此事 只是我们和韩庞做好协调 务必做好相关的善后 警队遇难者 中国同胞的遇难者 表示沉痛的哀悼 对遇难者的家属表示慰问 对伤者也表示慰问 我们也和韩庞有关部门 进行了密切的沟通 配合和协调 我们尽快地查明原因 对亡者遇以适当的礼遇 对遇难者的家属 等等方面的事情 等等方面的事情